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今天表現不錯 繼續大漲 我們稍微看一下 其實整個盤市 我們一直都有提早跟各位交代 如果說當然有時候因為肺炎的關係 可能你會比較沒有信心 可是我跟各位講過 有的時候其實到目前為止 從過完年到現在 整個全球股市都受肺炎的影響 那當然震盪都非常的大 可是如果說在這種震盪格局裡面 你會發現到 現在不是說台北股市漲不漲的問題 現在是國際股市它動不動的問題 上海股市到現在為止 你看今天還大漲了1.4% 也就是說肺炎影響之後 它是一路的上漲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上漲呢 因為那都跟資金釋出有關 所以雖然我們現在受到整個肺炎的影響 可是我覺得你要把目光看在 每一個政府每一個國家 它到底它現在的策略是什麼 那這個策略有沒有讓股市上漲的機會 那如果有的話不要放棄 有的時候一放棄的話 那個低檔都不見了啦 好不好 我們來仔細看 台股會怎麼走 我都會提早 在這個Lighter裡面跟各位去做解說 那我也跟各位講過 因為3月份開始 那因為Lighter要收費 那整個全市場的老師都亂掉了 那因為整個Light要收費 大家都亂掉了 所以我用另外一個方式 我們不要用太多的資金 就是說不要用太多的成本 但是我又要把整個盤勢 跟整個個股的操作 我更會做一個明確的一個解說 所以3月份開始 我們新的Lighter 財源廣進2.0 那其實跟我們之前的賬號 只是多一個零 那我會用影音的方式 也就是用YouTube的方式 來跟各位解盤 還有講到底這個盤 這個時候個股該怎麼做 OK 好 所以還沒有加入的 歡迎你加入 好 各位 盤怎麼解 禮拜一的時候 我敢說你一定嚇一跳 台北股市跌 國際股市也都在大跌 對不對 可是禮拜一台股打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差不多在不到10點鐘 你看那個時間 9點53分 那時間點在3月2號禮拜一 禮拜一的時候我就跟各位講 本週的盤勢是先跌後談 先跌後談 而且禮拜一在這個時間 我跟各位講 他就要動了 他就要動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股市 在禮拜 這道瓊 對 禮拜五的時候 禮拜一的時候 應該說禮拜五 當時他打下來的時候爆量 又留下影線 我就跟各位講 美股這地方已經有人在低階了 高科技股打到年限開梯走高 我也跟各位講 這個盤照理說他要談 所以台北股市打到這一根的時候 我在LINE裡面跟他講 本週要先跌後談對不對 好 談起來沒有 談起來啦 到今天為止你仔細看嘛 連續這幾天 禮拜一留下影線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都談起來 那當然昨天的盤 因為受到美股在下跌嘛 可是我昨天給各位一個觀念就是說 現在全市場 每個國家的政府 都在學什麼 學中國這樣嘛 逆回購 然後變相的一個降準 結果股市是不是大漲 所以在前兩天的時候 連準會一降息 雖然美股昨天跌 前天跌 但是我跟各位講 那應該是信心不足的關係 只是信心不足的關係 然後到現在為止 除了美國之外 日本 英國 甚至於加拿大 昨天也都降息 也都降息 所以現在全球的央行 都用降息放資金的方式 然後去推升整個股市 所以你說台北股市漲不漲 還是要談 然後我禮拜一就跟各位講過了 好 那現在重點在哪裡 這個反彈的幅度能有多大 那我要怎麼去界定這個牌 昨天有跟各位說過 只要新來幣匯率維持升值的話 有沒有 你看 今天禮拜四 三 二 一 禮拜一 禮拜一就大升了 對不對 所以這幾天的盤勢 這幾天的匯率都在升值 昨天央行有一些些 那個主升的味道在 不過再怎麼樣 現在升值的走勢 它都創二月份以來的高點 所以當你只要新來幣匯率 維持升值的趨勢 我就說外資你說要再賣 我認為啦 那個賣也賣不了多少了 只要你新來幣匯率是升值的 而且它資金又沒有匯出去 好 所以咧 你看啊 外資昨天又開始買超 只小買62.7億 但是外資除了 在現貨市場昨天買超 但是這兩天的期貨市場呢 它都是買多單 大概每天買的差不多4千多口4千多口 好 那各位 現在重點來了 其實這樣的盤它反彈功能有多大 後面我們要怎麼去做 其實我今天在那個盤中的時候 我已經把重點放在這個Line Edge裡面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加入我們這個Line 我跟他說過 你有的時候一點鐘的時間 可能你要上班 你要吃飯 你要休息 那都沒有關係 短短的3到5分鐘的時間 我盤中用影音的方式 已經把重點告訴各位 接下來你要觀察的重點在哪裡 各位仔細看 我今天在盤中的時候 我用YouTube我就跟他說 外資昨天的現貨增加62億多 代表著說這個賣超最起碼匯率升值 它的賣壓也不會太重 就算買不多賣壓也不會太重 好 但問題是 你台北股市有沒有機會供 你要從什麼樣的角度去看這個盤 它會不會動 我今天跟你講用期貨 有沒有 我今天盤中就跟你講用期貨 你注意看 整個外資的期貨倉位 這兩天都有增加 每天大概增加4000多口 現在外資的總多單是26997 也差不多快2萬7 好 那各位 每當整個外資的期貨倉位 接近4萬口或達到4萬口之上 最起碼那個盤是有機會供給的 可是現在問題發生在哪裡 就是說你明天就禮拜五了嘛 到了下個禮拜三 也就是說再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那期貨就要結算了 那你就說你在未來這一個禮拜的時間 現在外資的倉位接近2萬7 那你有沒有機會達到接近4萬口 只剩下一個禮拜 我的看法是這樣 如果說每天都能夠有4000多口 4000多口當然有機會 但問題是可能有的時候會稍微增加一點 減一點增加一點減一點 所以未來這一個禮拜 期貨的倉位如果說 它沒有辦法有效的接近到4萬口的話 我跟你講你也不用擔心 台北股市頂多什麼 就像我這兩天跟你說的 漲上來之後反彈起來 因為還有反壓嘛 所以這個地方它會維持什麼 一個區間的盤 再怎麼樣都是維持一個區間的盤 那這樣的盤呢 因為你匯率的關係是維持升值的話 台北股市有機會維持什麼 比較強勢的反彈或強勢的整理 所以台北股市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這個盤你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最起碼那個支撐都出現了 國際股市都這樣啊 支撐也出現了嘛 對不對 中國股市呢 如果說在這段期間裡面 它現在已經維持去年 去年那個5月份以來的盤整區嘛 那這盤整區如果說突破的話 它一定會去帶動亞洲股市再往上談 再往上談 所以我覺得這個盤 如果你那個低檔到的時候 你不買真的蠻可惜的 真的蠻可惜的 有的時候那個低檔措施你會知道嗎 你會措施賺 或許因為你可能現在每天看新聞 好 因為那個肺炎怎麼樣 然後呢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句實話了 說到底會怎麼樣我們也不知道 但問題是我覺得 股市的反應 現在跟肺炎的那個反應 好像有點背離 有點背離 所以因為全球股市 因為全球央行現在 正在實施 有點那種貨幣寬鬆的政策 所以對於股市的反彈是非常有利 所以我一直跟魏講 當個股有低點的時候 你就不要錯失了 如果你錯失你會少賺很多 什麼意思 每次大家都想買低賣高 可是每次那低檔到的時候 都是你信心最薄弱的時候 就如同台北股市從2月份以來 前面已經談一波了 那現在第二波是不是也繼續在談 沒錯吧 繼續在談 那我記得當時在2月3號 台股波半年線的時候 我就跟魏講 那個時間有很多個股 它就是低點 我就說你要進去買 而且那時候你買的股票 位置在這個地方 位置在這個地方 比方說好了你注意看 我幫你挑的個股 其實都很穩定 那如果說你今天掌握不到 個股方向在哪裡 或怎麼去操作的 我也跟魏說過 這個LINE可以幫得到你 因為我們的LINE 什麼樣的股票會漲 我都會提早告訴你 而且不是說漲上來才跟你說的 每次都在那個低檔的時候 我先跟你預告嘛 好 那各位你注意看嘛 到底能不能幫得到你 第一波反彈的時候 2月3號台股波半年線 我就跟你說加聯益 當你低檔買完之後你會發現到 真的就彈起來了嘛 有沒有是不是彈起來了 甚至於彈起來之後到最近的走勢裡面 它也沒有跌啊 所以很穩定的股票 為什麼低檔你不買 那你跟著我們操作呢 低檔買完 結果就漲一段 最起碼超過兩成 有沒有指數在反彈 但是有些個股它卻是走波段 為什麼 因為有些個股它跌得夠深了嘛 那如果說你這樣有些股票 已經跌到投資的價位區的時候 大股東會進去 有的時候呢 法人也會掌握去低階的方向 所以呢 當那股價一漲起來 最起碼兩成 我問你你賺不賺 不賺可惜啊 這個盤有那個低檔 然後呢 你買在低點 你說要在跌哪裡去 不會啊 因為個股就是低點啊 好再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什麼 2月6號 如果2月3號當時你還不進場的 沒有關係2月6號還有機會啊 當時我就跟各位講過了 那天找盤我們進場搶便宜嘛 10點36分的時候 我就把圖形秀給大家看 結果這檔個股呢 當初我跟妳講漢序嘛 54塊3 好那各位妳去看嘛 還沒動的時候 第一檔我在這裡叫妳買 買完之後呢 隔天漲停 漲停在創新高 那這樣的一個走勢 最起碼也是兩成 有沒有 是不是在裡面有提早跟妳預告 後面要漲方向 好再舉例子來說 妳再仔細看 2月10號 早上10點左右 妳會發現到我們的LINE都盤中發 我們要說等到盤後我們再來馬後炮 然後再看圖說故事 如果是這樣的操作 對妳沒什麼幫助 但是我就跟各位說過啊 為什麼我說我們的LINE 能夠讓妳看 看LINE就賺錢 為什麼 因為什麼樣的股票會漲 我們提早跟妳預告嘛 那時候我跟各位講說 妳現在要留意什麼 低位皆低本益比之外 還有呢 它會有轉單的效應 所以2月10號那一週我說這是那一週的攻擊股 妳要把握上車的機會 結果當時在跟各位講的時候 你看喔 很多時候股價在低檔 妳會覺得很懷疑 它會漲嗎 它真的會漲嗎 好那各位 那時候我跟各位講過6432的金展科嘛 對不對 還沒有動 我告訴妳 結果妳注意看喔 當妳低檔前1天2月10號買完之後 它隔天漲停 隔天漲停起來之後呢 再創新高 到現在為止呢 妳會發現到嘛 當初掌握這一段的走勢 我低檔有買 我拉高有慢 雖然後面還有讓妳跟它創新高 可是流出很長的上一線嘛 對不對 這代表著說 漲商買的股票妳就不用追嘛 那妳今天看我們的LINE呢 我是在這個地方叫妳去買 結果這一段起來 最起碼25% 怎麼說可以不賺呢 所以第一波的操作 妳看都有兩層嘛 對不對 第一波的操作都有兩層嘛 好那第二波的操作 我在2月10號的時候給妳預告 妳看那時候也是盤中嘛 我說妳這一檔是妳資金大的 可以留意一檔 一年大抵完成 本一筆又偏低 所以呢股價還沒有動 還沒有動的股票 我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妳就進場去買 好那各位 這檔個股 當初誰跟你講台勝科 沒有啊 結果台勝科一漲起來 大家都有 好所以咧 那沒關係 你幫我們抬轎 因為當初第一檔 113附近 我們第一檔就買了 這一買起來 你看 欸大漲 這一漲起來 差不多快三成 有沒有 今天還在漲啊 問題是你第一檔買完 到現在為止 你怎麼做 你都是賺錢的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回頭來看這個盤 哇你會覺得說 啊這個指數好像不太動 啊這個盤不能做 可是你現在看嘛 我們當初第一波的操作 都有兩成嘛 第二波的操作 台勝科也將近三成嘛 然後呢6547的高端疫苗 我在封關前就告訴你這一檔 那時候我就跟你說嘛 關於肺炎的狀況我不清楚 但是呢我就抓一檔 6547高端疫苗 結果你注意看 這一段起來 漲多少 漲多少 好你再回頭來看 啊這個盤有沒有大漲 到現在為止就是維持一個什麼 跌升反彈壓回再反彈 對不對 可是很多個股 它的走勢跟大盤的走勢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去思考的是 到底這個盤 它到底會動什麼 那你什麼樣的個股 它是有機會 那如果說你今天掌握不到 這些訊息的 像今天啊 我們在LINEX裡面 我還跟各位講 另外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我再說一遍 你還沒有加入LINE的 我歡迎你加入 因為到時候 盤中我們大概用 3到5分鐘用銀音的方式 來跟你解盤 來跟你講 個股的方向在哪裡 我希望說你今天看我們的LINE 都能夠有收穫 好不好 各位 今天台北股市漲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到 現在上市啊 10家股票漲停板 上櫃17家的股票漲停板 這樣加加起來多少 哇快30家了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今天漲停板的股票都在哪裡 朋友們你注意看 今天漲停板的個股呢 很多大概都只有幾千張的量 對不對 是不是都只有幾千張的量 那這裡有很多股票呢 都是那種小股票 也就是說 有些主力型的個股 它先衝出來 為什麼它先衝出來 因為大盤到現在為止 你會發現啊 今天成交量 到收盤是1400嘛 這幾天漲起來的時候 你注意看啊 排股的量都是縮的嘛 當然你會說 啊老師那個沒有量啊 這盤不能住 我跟他說過嘛 當你量縮指數能夠漲 那你代表著說 雖然買盤沒有縮 非常的積極 一直在追價 但是因為它沒有 包大量的情況之下 代表說它那個 賣壓它並不重 打到這地方的時候 很多人也不想賣了啦 所以呢指數就讓你看到 雖然沒有量 可是它往上漲 可是在你沒有量的過程裡面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有利 它會漲什麼樣的股票 今天答案不願意告訴你了 我前一天跟你講過了 這個觀念在哪裡好不好 所以待會我們繼續再來說啦 到底這一波的反彈 後面我們要怎麼去抓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掌握不到這些訊息的 我跟大家說過 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或者是加入我們這個Light 那待會我們就來看啦 那你台北股是 這一波的反彈已經出來了 那出來之後呢 什麼樣的個股在這個地方 能夠讓你先買低點 後面就是要台銀波 那你要怎麼去掌握這些個股 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 謝謝 歡迎 亞洲投骨 招牌老品質好 市場唯一的老字號 人才多 專業多 經驗多 三多 營造獲利 三多 創造財富 股票期貨的專家 多空操作的贏家 亞洲投骨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投顾真心照顾 亚洲投顾 招牌老 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顾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投顾真心照顾 车怎么看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1.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3.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4.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话译等就对啦 好 欢迎来到现场 今天的盘继续弹 而且指数表现还不错 那目前为止呢 台北股市快收盘了 涨了差不多119点 那今天的量虽然没有完全爆出来 我倒觉得这也算是好事了 因为如果你涨起来爆出大量的话 那代表说有人开始呢 他开始有些调节的动作在 所以当你台北股市量缩上涨 代表说虽然最价买盘不是很积极 可是最起码他的筹码是稳定的 是稳定的 那当然这波的反弹 我们刚刚也跟各位讲过了 因为如果说你从外资期货的仓位来看 现在大概2万6到2万7 那因为你下个礼拜三就要期货结算 那未来这一个礼拜 是不是能够让台北股市的 那个外资的期货仓位 接近到4万口 剩一个礼拜我也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新来币汇率升值 就算他没有接近4万口 那我觉得台北股市啊 谈起来也是维持什么 强势整理盘 强势整理盘 所以呢这个盘到现在为止 你要赶快去把握低点好不好 那怎么去把握低点呢 好那各位我们仔细来看 其实最近呢 我们开始有一些低阶的动作啦 那这低阶的动作呢 最主要是因为礼拜一 台北股市打下来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说这个盘快要谈了 这礼拜是先跌后谈 那结果呢跌下来之后 你看这连续这几天 都谈起来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从礼拜一开始 我们就开始去掌握这个低阶的机会 就像那个2月3号台股破半明线 我们就进场 好我们都会去掌握什么 那个低档在哪里 然后呢把握低阶 最起码我把成本压低 那我就觉得没什么风险啦 好举个例子来说 3月2号 我就跟各位讲过TPK嘛 我跟他讲说 这波2月份他弹起来的时候呢 他幅度不大 就他压回之后呢 又呈现一个比较什么 底部的形态 有没有底部的形态 那这个底部的形态呢 他慢慢的有一些法人在做低阶啦 所以代表说有人在吃货 好那各位我们去看 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到今天为止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进场买 马上现在为止你会说 老师他没有动 不急啊 先不急啊 你注意看 到现在为止呢 你会发现到 这些新闻出来了 欧飞光他不会去讲 非苹果阵营的单子 也就是说 他这个动作 已经开始对TPK是受惠的 因为之前都会降价抢摊嘛 那现在没有这个动作啦 所以呢TPK他本身是受惠的 好那各位 这一类型的个股 到现在为止你去看哦 指数我刚刚跟大家讲过嘛 除非你台北股市 弹起来之后要再跌 那当然对于一些个股 他会有一些压力在 好可是呢 台北股市我刚刚怎么跟你说 反弹还没有结束啊 好了就算弹起来没有继续空啦 后面也是要走区间嘛 对不对 区间也是维持强势整理啊 因为这个关系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今天呢 去掌握什么 低档进场的机会 那如果说这类型的个股 他底部打出来之后 你台北股市也没有结束啊 所以呢反而你要注意什么 当他突破这个位置区的时候 朋友你要知道 他这个双底就完成了 有没有双底就完成了 当你双底完成之后呢 他反而一突破 他就会有起涨的讯号出来 所以为什么每次我跟你说 我们都要去先掌握什么 低档反正你买在这里 很安全你也不用太担心 那这个盘到这个时间点了 有些个股你就把你成本尽量压低 我知道大家会担心的是什么 我这可不可以买 现在费人又这样 未来会怎样也不知道 可是我又发进去 我买进去又套牢 对不对 我知道你的心态 老实讲我们的操作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给我们的会员 是一个很稳当的操作 那这个稳当的操作你也看到了 整个二月份的反弹 我们很多个股都走波段 这个个股我都在LINE里面跟你讲过 你也赚得到啊 而且二月份的反弹 我们分为两波嘛 对不对 结果你会发现到 第二波有些个股涨更凶 因为后面补涨起来速度更快 结果呢 涨得快三成 三成左右嘛 对不对 好 那现在这些都过去了 有些个股已经弹起来 你也不用去追了 现在我们去掌握一个新的方向 那这个新的方向 我给各位的观念就是 因为大盘未来 我认为就算涨多走整理 它应该也是量缩 当你量缩的时候呢 台北股市场涨的股票 已经出来 已经很清楚了嘛 今天已经一堆股要涨停板了 刚刚我跟各位讲过 那不需要大量的个股 所以不需要大量的股票 其实有些个股是有主力色彩 那今天我不是要带你做主力股 我们要去做直优的个股 而且为了指头颇端的机会 所以 第一档个股 我先建议你低接 到现在为止 你也不用担心嘛 对不对 好 那第二档个股呢 要怎么去抓 好 那今天的盘已经开始慢慢的 有一些中低价的个股 已经开始在动了 那也不需要大量的股票 那我倒觉得若以这个方向里面来看 又要有题材 又要有筹码的话 各位 这里有一档个股 要注意 近期外资已经有那种买盘开始介入 股价也是在打底 那我跟你说这档是叫做低价大标股 原因在哪里 因为它价位不高 每个人都买得起 只是说那个方向在哪里 你不知道 那这档个股呢 为什么我说它有机会 因为它是三星CIS原件 大中华区的代理商 什么意思 CIS影像感受器这一块 因为当你智慧型手机一发展出来之后 多镜头都是趋势了 那如果说以CIS这一块来看 你会发现到 原项的股价呢 它涨到十年来的新高 就是因为缺货的关系 那如果说以缺货这一块来看 股价又低档 而且呢 又有筹码面 又有题材性 这一档个股现在在低档 我认为当它一动起来的时候 它就是要攻掌停 所以你当它一过警线的时候 就是要走波段 那如果说你今天掌握不到 这个选股的方向 很欢迎各位跟着一起来 或者你想要知道 到底方向在哪里要怎么做 打电话进来 我们再告诉你 好不好 也欢迎各位 加入我们Lite Edge的族群 那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亚洲投顾 招牌老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 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顾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亚洲投顾 招牌老 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 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顾 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 2578 3777 雅洲投顾 真心照顾